今天我希望这个地方就是如果遇到那个各位数字的话补一个零 各位数字自动补零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实际上接下来就是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先来看一下那个有关文字方面的函数 那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 书里面一定都有提到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讲义里面 其实这个讲义里面的话也有提到 就是说有关那个自转函数 其实在第七章里面 第七章里面有这些 我想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前面最常用到这个echo 就是输出嘛 另外还有个print OK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像 将来如果你要把什么 把那个BR有没有 变成一个换行符号 因为有的时候你网页上面跟你的程式里面是不同的 如果你在网页一定要是用那个 BR来强迫分行 可是如果在你的那个程式里面就是斜线 那怎么去做转换 这边有一个 以我们这个范例来说 我们是要取得那个字串的长度 比如说我一码一个字跟两个字是不一样 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边有不同的功能 各位可以看一下说明 反正这些如果将来用到的话 你就可以来使用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应该用哪一个呢 其实往下找 你看这把两把阵列结合嘛 然后在这里应该是这个 不过字有点小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 查询字串中的长度 叫什么 叫STR 有没有 Stream LEN 所以其实 其他的语言都叫LEN 那在PHP里面叫Stream STR LEN 不过用法 其实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怎么样 可以让它变成说 如果它是 一个字的 就补一个0 但是如果两个字 就不补0 那这个逻辑怎么写 所以第一个你知道 很简单嘛 一幅 在这边加一个一幅 瓜糊就是 小瓜糊是它的那个条件 然后把那个刚刚产生那个A 有没有 放进来 判断一下 如果它这个等于之后 等于1的时候 那表示它是 各位数字嘛 就是12到9 OK 那这边就一个大瓜糊 执行什么东西 执行就刚刚的东西 记得中间串一个0就好了 反之就刚刚的东西 有没有 那这边加一个L 大瓜糊 这个大瓜糊 诶 诚字就写完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反正以后呢 就照这样写啦 反正 那函数主要用途就是 不要知道说总共有几个字嘛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函数的话 你要自己写还颇麻烦的 好像没有这个函数的话 用什么方法呢 反正当然一定有别的方法啦 不过用函数是最简单的 OK 如果没有函数就要制定函数啦 反正这些观念 其实跟任何语言都差不多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知道我在写什么吧 我把这个东西做到我们PHP里面 它会变成怎么样呢 其实也一样 我秀一下 有各位看一下 这个刚刚写的 OK 我把刚刚的东西 加个东西就OK了 前面这个没变 会有变的是 这个原来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 我只是在这边外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if String L-E-N 把这个东西包进来 等于E的话 Echo里面 串接一个什么 0而已啦 其他都没变嘛 对不对 然后再串接后面的东西嘛 这个没变嘛 其他不也一样 这个逻辑其实 跟各个语言都差不多 其实说真的你就习惯一下 像我慢慢习惯 像点 有时候以前都喜欢用加 现在都用点就好了 然后变数 以前就是直接要用 比如说 Gengag String 或者int 现在就是一个 $符号就搞定了 其他没什么差别 所以有时候 Java程式有时候 直接把它call过来改一改 也可以啦 两边是相通的 所以你慢慢习惯啦 所以你管它是写Java程式 还是写PHP 还不是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以后 你要像有同学要说 我只学过Java 我只能应征Java工程师 没这回事吧 你学会什么都可以了 对不对 虚下不比也差不多 对不对 那其他语言 像Python 其实很多都一样 所以你要学的就是 它差在哪里 把差异的地方拿出来就可以 无论Python 反正它一定会有什么 数学函数 文字函数 这都基本的 日期函数 也是基本 阵列 也是基本的 绝对不会改变 顶多是多了一些什么 可能比较特殊的用法 那些就是你可以当成个案来看待 其他都一样 OK 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写得出来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